白良族 当年被追杀 只有我 是全族唯一幸存的人 那想活下去 就必须彻底忘记自己是个女人 为了我的家人和族人 一定要查清当年白良猛烟 毒害先帝一世的真相 杜小姐的事情 不是个案 有人说韦西娘又来锁命 有啊 凶手是在指定的地点 寻找指定的目标 这几个案件之间 极有可能是一桩连环杀人 龙王发怒吧 银子被龙王给吞了 沉船并非以外 有人不想让我查这件事情 恐怕这件事背后 有更大的阴谋 没看见吗 这儿占了一个大侠呢 少庄主中火可真是一流 但这判断里实在有些欠缺了 听起来你们个个都是大人物啊 那我们就是不打不相识啦 恐羡脸死了 务必斩草除根 他是明镜鼠少鼠 他逼我们防补 所以我们要保护他 你为什么这么喜欢齐王 他是个特别纯粹的人 他年少时管大厦之江青 他明明有资格守卫天下权底 却对此无半分欲望 却在声望最高的时候断然抽身 来去从有 喝有瑕士风范 裴某自门没有得罪过你 甚至还救过你 怎么着 也不该对我伤了他们吧 若不是因为你救过我 此刻你已经为妨碍公务被捕了 你说 做个顽固子弟 怎么比领兵打仗还累啊 明明是个将帅之才 倒成了这么个行为不端的浪淡公子 裴兄 老实说 你是不是跟苏兄 有事 看来 我们又要一起睡了 谁要跟你一起睡啊 你干嘛 我还能干嘛 做我该做的事没 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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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还不可以 还是保持距离为好吧 现在全程的人 都在传我们是段袖 少爷 我要死剑 只要你能清醒过来 我就算是死 也值了 等那一天 你长大了 你就会明白 等你喜欢上一个人的时候 你会不顾一切的 去保护她 去保护她 我出身黄甲 朱镇尔和柳妍 纠缠一生 我这样一个 有两副面孔的人 以后 还请你多多指教 你一早就知道我的事情 你却假装不知草 你到底说我有什么 一个女孩子 在最天真暖漫的年纪 把自己藏起来 这些年 你一定过得十分辛苦 我这样一个 忽男忽女 只知道长安的呆子 以后 也请你多多指教了 我要 你做我大梁的齐王妃 做配照的妻子 火星跳得好快啊 我们是不是中毒了 我已经给你戴章了 你只能喜欢我孙 是时候 拿回本该就属于我的东西 先帝暴毙 恐怕没那么简单 我发现 当年百良族 至关重要的公民心 是伪造的 从清水县开始 显然是有人 一直知道我的行程 他是你的人 是你 是杀了我却死了凶手 出此女扮男装 都是齐王 犯上作乱的 其中一不奇妙 极客未来 现在事情的发展 已经越来越不可控 我不想你们因为我 而卷入到任何的危险当中 一面唾弃弄全城 一面 有尊重他们的玩法规则活成 我也厌倦了 一定追查到了 我 要跟你并肩作战 为责入王子的事成 讨回公道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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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